作词 李宗盛 作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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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 大家晚上好 欢迎新老朋友们来到 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的 Zoom直播间 非常开心呢 又能和Mary老师一起来学习 趣味英语 那么我先简单介绍一下 加拿大中国妇女互助协会 是支持帮助加拿大 华裔妇女的机构 妇女互助协会的宗旨 是促进加华女性 团结互助 自强自立 更好地融入加拿大社会 打造一个 华人女性交流信息 互帮互爱的平台 欢迎华裔妇女性 及中老年朋友们 积极参与我们妇女协会 组织的各类线上线下活动 我们的网站是 www.ccwaa2020.com 我们以往的所有课程及视频 可以订阅YouTube频道 ccwaa 那么今天课程的主题呢 是静心听 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们的主讲老师 Mary老师 段麦丽老师移民加拿大48年 于1977年被推选为 第一位女性中华会管理士 并任职20余年 公务旅行54个国家后 退休继续回加拿大公益服务 文化习俗和社会经验丰富 英语教学经验广泛 取材有趣 生动 贴近生活 一学一懂的方法 特别适合各年龄程度的英语学习 用中英解说 渗入中西日常生活及文化习俗 老少嫌疑 那么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课程 还是有几点希望和要求 请大家使用自己的真实名字 在老师讲课期间保持静音 且打开摄像头 这样可以让老师的教学质量更高 在最后呢 我们有5到10分钟的互动环节 接下来就有请Merry老师带来今天的课程内容 欢迎Merry老师 很开心今天有来到我们礼拜四的课堂 我们每个是应期礼拜四的八点 在西边呢 就加早三个小时 就差不多八十五五点下午 中国是第二天的早上 好 我今天呢就继续讲那个上次讲的那个感官 感官 也是来讲过那个视觉 视野 那么今天讲那个听觉 听觉我再也讲了一点 那么我再多讲一些关于听觉的一种的英文字 希望大家呢不要有压力 可以学到那种不同的字 那么深的字就是听听故事先听故事 慢慢过一天两天 我们的视频呢就会出来我们的重复看 我现在假如说呢下个星期早半个小时呢 我们开上来呢都可以看回放 看回放 好的 我把我的PowerPoint拿出来Share Share Screen 这个是Hearing 我们上次讲了Sight Sight 讲Hearing Hearing就是有很多听觉 我们的那种名 那么Hearing We hear very obviously We hear from our ears We have two ears And we listen Listen to the sound And hear the sound And hear from our ears Attentively Or just hear the sound 我们就是 Ears and hearing 我们这个重复一点点上次的 Your ears Give you the sense of hearing 我们的耳朵是给我们的听觉的感官 那么this sense allow us 允许 allow us 允许我们呢 To hear or listen to sound 听或者很专注的听一个声音 That are around us 那个声音就是在我们旁边 周边 有一定的距离 太远呢 我们有时听不到 太近了太大声 或者怎么样 有时感觉的 那么Hear the water dripping 就是water呢 一点一点 一点下来的时候呢 我们就听到那种的水声音 假如说很吵的时间 就看不到 听不到 很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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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不可以听到 the quiet sound 如果我们很吵的 我们可以听到 very very low pitch sound OK Rain drops Rain There's a song Rain drops Keep falling on my head 假如说很吵的话 就听不到 假如说很静 听到那个 Rain drop的声音 Hearing is the ability 就是有个能力 给我们的能够 去detect to detect sound 就是给声音 发出来 给我们 感觉到 那个声音 Human Human 就是人 人类 Human being Human beings 就是人类 And other mammals Mammals 就是不语动物 在那个 好像虫鱼 那种 他们都会听到 声音的 海里面听到声音的 Mammals 不语的动物 都有声音的 Are able to do this 就是像人类一样 With the help of an organ 我们的器官 Organ 是非常多的 在我们身上 除了我们的 五个器官 感官 我们肚子里面 很多那种的 胃啊 肝啊 都是叫organ Organ 那个肺啊 那个 Liver Liver Kidney 都是organ 我们那个听觉的感官 就是called ear Ear 耳朵 我们再读一下 Hearing is the ability to detect to detect sound Humans Ear 这样去看 那个英语字 看那个英语字 很简单 我说 I hear with my ears So I hear the B Buzzling Sound 我们小时候 都听 小故事都说 小蜜蜂 嗡嗡叫 那么 B Buzzing 所以我们的B的声音 叫Buzzing B U Z Z I N Buzzing 那么我们有 通鼓 Drum Hitting the drum Drum呢 有大声 又可以小声一点点 多数 Drum呢 It's very loud noise So it may be a beginning of a show and that is a welcoming show a victory show something like that Oh we are very happy we won and then we Dr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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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把那个气氛 聚在一起 这样的 那么我们最常听的 有时候 Radio 听到收音机 讲话 一个人听收音机 或者听音乐 在beach 在空野的地方 或者在家里 那么我们 of course we have TV Television and then we have PowerPoint we have the YouTube 我们可以看 英语的课程 从我们的视频里面看到 旧的英语课程 那么另外呢 看到 Bird Chipping 我们可以说 Bird Singing 但是Bird的 Singing Chipping 我们叫 Mar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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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ap chipping 就是 Bird chipping 就是 C-H-I-R-P-I-N-G 就是他们的叫声 是这样叫 所以每个动物的叫声 也有他的英文字的 今天我没有写出来 但是最普遍的就是 Dog Barks B-A-R-K-S 我们狗的叫声 叫Barks B-A-R-K 好像 树皮也叫 同样一个字 树 Tree 的 Tron 的皮 也是叫 Bark 所以你要看这个是 Noun 还是动词 那么讲 那种声音出来是动词 OK 那么好 那么我们再看下面 那么B-Buzzing 我们就有了 Radio News 我们Listen to the Radio News 好像我们不是 Hear the Radio 我们Listen to the News Listen跟 Hear 是有分别的 Hear呢就是 这样听到这个声音 没有去专注到 里面是的 形容的 里面内容是什么 所以News 你要听到里面的 新闻讲什么 那么我们就听到 声音 不光是声音 听到它讲什么内容 所以我们的 Listen to the Radio News Radio是那个 收音机 形容 在那个 新闻是从 形容在那个 Radio 收音机里面 播出来的 那么 我们同样 Listen to the Radio Music 也可以 Music 我叫人家 Speech Speech 是S-P-E-E-C-H 就演讲 就是Listen的 不是Hear the Speech Hear的就是 我听到人家讲话 但是我没有去听他讲什么 就是这样去看 那么Bird Tripping 就是这样了 Bird就是这样的 叫声音了 当然我们常常叫 Bird Singing 也是可以的 Tripping是最准确的 这样 Drumming Drumming是打鼓 G鼓 G 所以我们不说打鼓 我们不说G鼓 Bum Bum 好大声的 鼓可以用到很大声 把你的气氛 聚在一起 在一起 开场 的时候打鼓 的时候打鼓 也是有这样的 或者一个 Welcome Welcome Somebody Come Up With My Ears With My Ear I 好像他睡觉 也可以去 Hear 也是对的 Listen 是比较 Attentive 这样的看法 那么Bird Cripping Bird Everywhere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birds Very beautiful birds 那个可能是Cardino Cardino 那么很多那种 不同的Bird的叫声 也不一样 每个鸟的叫声 不一样 有大有小 有些会唱歌 有些不太会唱歌 这样的 有些声音很大声 不好听 有些小声音 非常非常好听 那么鸟飞 我们都看到 我们看到呢 我们的视觉呢 要看到 看到他在飞 假如说 他飞在我们附近 我们听到 他的翅膀的声音 And then we can hear they fly 那么看到 翅膀拍拍拍 翅膀 在蹦蹦蹦 拍上去 那么听到 他飞上去 Shirt 一声飞上去 远远走去了 就听不到了 就是这样 我们清觉就是这样 我们很多种 不同的鸟 There are different kinds of birds There are small birds or the big birds large birds some can sing Usually 多数是 小鸟 比较会唱歌 大鸟 唱歌 不是很好听 小的鸟 比较 多数 但是不知 规定的 那么这样去看 那么 当然 动物也有 它的叫声音 有 tiger的声音 老虎 动物 包含 那个 l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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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 我讲的一课 是那个l的 关于那个l的 letter l alphabet l 关于lion 我就讲了lion 它的声音是 roaring r-o-a-r-i-n-g 它的狮子 我也是不懂 以前 听到这个课程以后 才知道 I know this lion 最棒 最大的声音 是全世界 只有它的声音 可以 500里以外 都看得 听得到它的声音 500里 以内的都看 听得到它的声音 它一叫 它整个森林 就好惊怕了 就是 所以为什么 它是lion king 它是动物 是狮子王 是lion king 因为它的声音 非常红亮 那么一听到 very scared 它们很怕 所以当它 哎呀 你好像它很大只 一样 所以这个 那么就 要让我想起来 那个美高美 那个拍电影的 每一次它拍电影 有一个电影出来 它就有一个电影 就叫 这样掉 好大声 哇 就是这样叫 它是 就是用这个 以前小的时候 听到 看到这个画面 不懂为什么 现在我懂了 为什么呢 它的声音是 原来动物里面 最大声音的 就是狮子的叫声 所以它叫 roaring r-o-o-a-r-i-n-g 那么我们都看到 声音是发出来的 they come out with a sound something can hear somebody can hear if you are not deaf 我们假如说 眼睛 眼睛 盲 眼睛就是blind b-l-i-n-d 假如说耳朵 听不到 就deaf d-e-a-f ok 所以有 荣雅的人 就是听不到 那么也讲不到 他就用手语来做 那个communication 这样去看 那个sound 那么这个是 i hear your voice 叫做sound 就是声音 voice就是 你自己身体 发出来的声音 出喉咙声音 就是声音 所以sound 是外来的声音 sound voice your voice it's my voice 谁在唱歌 it is my voice this is from me 假如说是 哪里发出来的录音 这个是我发出来的 my voice 那么这个刚刚是 韩国一个骗子 他的名字叫 i hear your voice 那么 i can hear you 顺便就学英语一句句了 i can hear you 我听到你的声音 假如说 你在重复重复 那么就告诉 我听到了 我听到了 就是叫你停了 有这样的意思 我停了 停了 我听到了 i can hear you 不要讲了 stop了 就是也可以这样讲 请听他的口气 怎么样讲 有时候他的口气不一样 有时候的句子的意思 也是有意思不一样的 they might have a different meaning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 给大家听 i can hear you breathing 这个呢 你就感受到对方 你没有看到他 you didn't see him but you can feel that he is very anxious maybe he just came back from home and I ring him 我打电话去 他刚刚回来 他在喘气 breathing 或者他在惊慌 他好怕 在告诉你 一点什么东西 very scary 他的心 在跳 所以breathing 上气不透 下气了 这样去看 i can hear you breathing calm down calm down 那么不要这么紧张 也可以 那么电话 有时候 你平常说 讲电话 你没有给人 听到你的声音 是呼吸的声音的 但是这个是紧张 他呼吸 特别喘气的 那么 这女孩子说 i can hear you stop talking about me 她很不开心了 她说 你在讲我坏话 你不要讲我了 stop talking 我听到了 我听到你在讲我了 有时候人家 你以为人家听不到 你在讲闲话 原来她听到 她很不开心 那个女孩子 真的很不开心 stop talking about me 不要讲我 她真的很忧伤 那么这样 I cannot hear you 我听不到你讲话 太远了 你的声音太小了 或者这边太 noisy It is too noisy The voice is too low Speak up Speak up 声音高一点 我才听得到 I cannot hear you I can't hear you It is so noisy here Whether you are too far away 这样都可以 跟人家讲话 就学一点 假如说你听不到 人家讲 Excuse me I cannot hear you Can you speak up louder 这样去看 那么 另外一个 他就说 What did you say Speak up Speak up Speak up I can't hear you Speak up 就是把声音 高一点 Speak up Louder Louder 也可以 Louder 也可以 Speak up Please Speak up 就是把你 振作起来 讲的声音 提高一点点 就是这样的声音 那么 Louder Please 也可以 Lou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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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lease I cannot hear you Louder 大声一点 都可以 这是一本书 Louder I can't hear you 有一本书 是这个名称 他说 另外还有一本书 Can you hear me now 你听到我的声音吗 Can you hear me now 你现在听到没有 假如他的 耳朵不好 买了一个 注听器 注听器 Hearing A 假如说 注听器 Hearing A H E A R I N G 就是Hearing 那么A是AID A是帮助听觉 所以那个 听注注听器 就是叫Hearing A AID OK 我们也可以学多这个字 我们 听觉听不到 是不是羞耻的事 应该是去 找一个方法 令到自己听到容易一点 那么 Let you have a hearing assisting so you can enjoy the life enjoy life because我们是有权力 应该听得到东西的 所以不要怕的 听不到就听不到 没事情了 那个听到 听觉不是很好 也没有事情的 听觉不好 不光是老人的权利 很多年轻人都听不到的 有一个 有一个statistic 我看到 那个年轻人也是有 听不到的 Can you hear me now? OK 他就问他 OK I can hear you 就是也可以这样 那么假如说 刚才同学有问 你提高声音 那么 lower呢 叫 声音小一点 小一点 大一大声 你too loud Can you please lower the volume lower the volume 就是把你的声音量 降低 lower the volume lower your voice voice就是 大声 喊 voice就喊 喊 喊出来 voice voice 那么就是 lower your voice 也可以 lower the volume 也可以 这样看 那么 假如说 晚上 法律规定 就是 晚上 11点 是不可以 有杂音 在哨音 在花园 在公众场所的 所以 假如你要 开party you have to finish your party at 11pm and don't make noise 不然 you can be fine 那么 叫 please close the door gently 叫你 关门声音 小一点 and lower your volume after 11pm 过了 11点 以后 晚上 那么 把你 音量 降低 假如 我们 降低 假如我们 看电视 也有 最后 它会 告诉大家 把音量 降低 现在声音 时间到 深夜了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 也是 lower your voice lower your volume volume 就是你的音量 量 一个量 就是 volume volume please 那么 please please lower your volume 也可以 教人家 不然 人家 好像觉得 很没有礼貌 人家也不 没有感觉到 自己讲话 好大声 那么 也就是讲 它有些给你的 好像一个 好像不礼貌的 感觉的 有这样的感觉的 所以我们说 please 最容易了 英文 就是please 就是请你 请你 就是最好 就很有礼貌的 那么 turn the tv down turn the tv down TV就television 这个电视机 please lower your voice 也可以 教你自己讲话 声音 这样低一下 也可以 Your music is too loud 你的音乐 太早了 太吵了 太大声了 Your music is too loud 他就把这个 贴在 设在你的邻居 贴在他的门里面 他在写乐 制给他 那么他 叫他以后 不要这样 那么 please lower your volume I really need my sleep 我真的要睡觉了 你要把声音 降低一下 你真的太吵了 我睡不着了 这样子 这个小猫猫 请求 please lower your volume I really need my sleep very nice I really need my sleep 因为我需要 睡觉了 那么 那个 就进 那个 那个手语 进了 进阴了 Can you please turn down your music 假如说 那个声音 music 音乐的声音 太吵 你可以 Can you turn down your music 就是把它 降低 turn down turn down the volume 也可以 turn down the music turn down your tv turn down your radio 都可以 turn down 也是非常好用的 speak up speak up 讲大声一点 turn down 就是这样看 lower 也可以 另外 please turn your cell phone off 想说你在开会了 你在开会 please turn your cell phone off 把你的音量 那个手机的音量 关掉 please lower the volume on your game and music 叫你 把你的 在那边玩游戏机 有声音出来的 打仗一样 要这样 杀人啊 那种的游戏 那个电子游戏 那么叫他 please lower the volume on your games and music 要是有声音 是音乐的 music 那么这样去看 假如你跟人家讲话 把你的手机关掉 我们在上课了 把你的手机关掉 也可以 开会了 把手机关掉 when we are meeting or conference we want to turn down off your mute your cell phone your cellular phone 这样看 off turn the phone off turn the cell phone off 也可以 mute your cell phone 也可以叫它 精音 也可以 那么 lower the volume on your game 假如有 什么小机器 都是可以 有声音出来的 也可以叫它 去 lower turn down turn off 知道吗 turn down turn down 下一点点 低一点点 声音 off 就是关掉 mute 是 那个 精音 这样看 随便它 怎么做 你要怎么样 就怎么样 这个是你主持的 你主持有权利 这样去要求 人家来 那么 please be considerate considerate 就是说 请你有些 尊重人家的意识 有些 顾虑人家的 私人的 空间 considerate please lower your volume after 9.30 在晚上 9点半过后 就把你声音 降低 也可以 那么这个是 排放在街坊里面 那个neighbor neighborhood there's a sig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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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个 招牌 标志 告诉人家 是什么一回事 no littering 这个顺便讲一下 no littering 就是不要 亂打到垃圾 不要丢垃圾 no smoking 是不要吸烟 就是这个是 no的 有一个 红的圆圈 这个有一个 红的牌 一半这样的 就是说 no 一个打叉叉的 也是no no no littering no smoking 可以有声音 但是lower your volume 就是这样 please be be considerate please be considerate 叫你自己要有一些 尊重人家的 私人空间 那么 please be good neighbor 叫你做一个好的 邻居 good neighbor lower the noise level noise level 就是把你的声音的音量 降低一下 level是一个平衡的 全部的这么大声了 全部都这样下来 after 10pm 这个是要大家是 每个邻居都是晚上 10点过后 就是需要这样做 这是 courtesy courtesy 这是一个礼貌 It is a courtesy to respect people's privacy 要尊重人家的 一种的 私人的空间 priv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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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人家的空间 空气 你收烟 我也是收这个空气 吸烈空气 所以这也是我的空气 那么声音 大家也是享受一个空间的声音 也是我有私人的需要 有给我一点的自由 那么 所以 大家都是有这样的 respect to each other 我们就是这样看 那么 what did you hear 你听到什么呢 hear 都耳朵听了 耳朵听了 only those who care about you can hear you when you are quiet 你静静的 quiet 就是静静的 不发声音 不讲话的 在旁边坐住的 不发声音的 那么就是说 你都不要讲了 但是呢 only those 只有那些人 他尊重你的 喜欢你的 就是顾虑你的 care 是照顾 顾虑的 consider的 about you 关于你的 就会hear you 就是hear you 是什么呢 不是你讲话的声音 hear your message from your heart 假如说 你有一点东西 要发出来 你有一个信号 要告诉人家 我要做什么东西 人家假如说 我是很关注你的 人呢 他就 你不讲 我也听得到 ok 这样 人家假如说 不讲 也听得到 就是这样 那么要注重这样的 可以看到的英语 所以 only those who care about you care about you those can hear you those people can hear you those people 是谁呢 who care about you can hear you when you are quiet 你 even 在静静的 不讲了 他也知道 你要讲什么 所以 it's very son out 的一句句话 那么 我们也可以学到 这样 字 好像这样子 没有 甚至的 only those who care about you 都是没有 太多 甚至的 can hear you when you are quiet 那么这样去看 那么好 我们再看 how to quiet your mind 要怎么样 让你的mind mind 是你的思想 静下来 how 怎么样 怎么样去做 how to quiet 他拿那个quiet 做那个动词 他本来是 adjective 他是拿那个动词 to quiet your mind your 你的思想 so you can hear from God 他假设 所以我们平常 就说 要静思 才听到一种 声音 才听到一种 声音 去告诉你的 东西 不管是God 或者Buddha 你信什么 的信仰 你就这样去想 就是也是 静心的 那个 佛教也有 静心 you quiet yourself you make yourself very calm calm down 静心 人那个 没有这么紧张了 你的细胞 好像静下来 冷一点 冷静 冷静 所以how to quiet your mind 怎么样去 静你的 思想 那你就可以 听到一种 声音了 就是这样 那么 静心 静心也是 这个意思 我们看到中文是 非常那个 深奥的一种的 哲理 那么好 我们再看 Yes I can listen 这一本是 小孩子一本书 刚才我们讲过 listen跟 hear的 difference listen是很 专注的 专注呢 就是说 listen呢 好像 listen to a skill 所以说 学的一种的 技术 教你一个 一步 第一步怎么做 第二步怎么做 listen attentively 要照着 怎么样去 记住 所以叫 这样才 听静 人家说 你没有耳朵的 听不进去 就是他 他是听到声音 但是没有 听到里面的意思 所以有时候 小孩子 心不在焉的时候 有时候 在课堂 在 人家说 在发梦 daydream daydream 就是 白日梦 就没有去听书 他没有专注 是他营养不够呢 睡眠不住呢 所以这个要 成人来照顾了 小孩子不懂的 所以我们成人要 学 怎么样去照顾 小孩子 不是光是 把他扯大 长大了 就算了 还是 develop他的脑筋 develop他的人格 我们再看看 Listening Listening is an Essential skill Essential 是主要的 一种 技术 Listen is very important Listening is an Essential skill 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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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portant 技术 skill that help children 帮助 小孩子 achieve success at school achieve 就是 达到 追求到 成功 在学校里面 但是 不是光是 小孩 人大人 成人都是 一样的 每一个人 都是有 这样的 应该 有这样的 Essential skill Listening skill that help the adult 是成人 achieve success or achieve a goal 够我们的 目标 at our life 都可以 这样 讲的 那么 我就 自己加上去 help adult to achieve success at their career 他们的 事业 事业 就是career life 就是他的 一生 中达到 这个目标 你要是 整身是 happy呢 还是很有钱呢 还是很快乐 还是有什么 achievement 这样去看 follow 记住 小孩子 叫他 学一种 的 skill follow safety rules 因为小孩子 不懂 哪一件事情 是危险的 they don't understand what is danger what is safety so they have to learn how to be safety so follow safety rules rules 是有一个 规律的 好像 这个 国家 the country 有country national laws 法律 规定的 有时候 有 family rules 家庭 的 规矩 有 学校 的规矩 有交通 的规矩 对吗 有这个就叫 rules 就是规矩 他们 safety rules 在学校 要怎么样 去safety 因为不当心 小孩子 不懂 损失的 生命 很可惜的 大家都很 伤心的 所以他们 要学 follow safety rules and show others that they care about them 也要去 学到 人与 人之中 怎么样 去 照顾 大家 关心 大家 所以我们 从小学了 一种好的 一种的 ethicode 我们 大人 也是非常 容易 出事 那么 in a world filled with distraction 因为这个世界 有很多干扰 所以我们 一定要 有什么 可以 让他 专注 某一些 技能 因为我们 太多 那个手机 里面 太多 东西 要给你 去看 有些真的 拉稀 浪费时间 的 会的 那么 being a good listener 他要怎么样 去做一个 好的 听者 听者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han ever 是非常困难的 现在小孩子 是 destruction more than 我们那个时代 那么 listening is an essential skill that helps children achieve success at school help adults to achieve success at their career their life the children show safety rules and show others that they care about them in a world filled with distractions being a good listener soy 我们一定要 做一个 good listener has become more difficult than ever 是 bezau 困难的 在这个 时代 yes i can listen 因为这个 一本书 我们继续讲 这本书的 介绍 那么 encourage children to appreciate 就是勉励 小孩子 去欣赏 一下 the reward of attentive listening reward 就是 收获 假设 你有 好的 专注的 听 人家 讲话 听人家 讲 好的 劝告的话 有很大的 收获 所以 encourage 勉励小孩子 去欣赏到 有些 好的 收获 他知道 为什么要 这样做 with sweet character 有甜美 的人物 他介绍 这本书 他要你 买一本书 他说 我们那本书 有甜美 的人物 介绍 就是 sweet character 就是 讲 故事 very type of face 很多 不同的 脸 空 因为 他是 picture 图画 and vivid 我们学 英语 vivid color 非常鲜艳 的 彩图 那么 他吸引 小孩子 看这一本书 可以让他 锻炼 变成是 什么样子 的人 encourage children to appreciate the rewards of attentive listening attentive 记住 这个词 attentive 是 很专注 的 listening 那么 他们有 这本书呢 有 with sweet character 人物 varied type of faces vivid color 所以这样 那么他认为 this picture book 彩图书呢 介绍 introduce a variety of listening scenario 就是介绍 介绍很多种不同的 举例 给人家知道 小孩子知道 scenario 是每一个不同的 一个场合 那么 how they might listen 那怎么样去听 in a number of common situation 有什么情况之下 要听什么东西 所以common situation a number of 就是有几样 a number 就有好几样 common situation 不同的情况之下 听怎么样 听 这样去听 那么 conclude with suggestion 他也 这本书也告诉 大人 成人 for parent 父母呢 也是要 父母看 who wish to explore more activity 要找 一些好的 小孩子活动 that encourage 让他们 鼓励他们 跟发展 他们的头脑 跟事业 是那个 listening skill 那么他的听觉 听听力的技术 就是叫人家 小孩子 跟大人 大人 怎么去 成人 怎么去 父母 怎么去 领导 小孩 就是这样的 那本书 我们就是 学英文字而已 我们这样 拿这个 手题 conclude with suggestion 或者提议 suggestion 是提议 给谁呢 for parent 父母 parent who wish 谁呢 父母 假如他 希望 wish to explore more activity 找到其他 不同的活动 不同的 参与 什么活动 所以可以 鼓励他们 跟发展 encourage and develop the children's listening skills 所以我们就学 这个listening skills 这样去学 这个呢 就是说 他听 听不到 听不到 I can't hear you 他就有 YE 你看到 人的声音 假如说这个人 听不到 但是他就 听不到 他也是 好像听到一样 其实他不明白 那么你要知道 他不明白 你的意思 你怎么样去 他也不好意思 说我听不到 有听不到 你讲什么 也不明白 你在讲什么 我一女客 有时听不到 你说想 我们可以看 回方 那么有时候 因为frequencies in high range 有时声音音 太大 那个范围 太大 那个频率 太大 有时候听不到 frequencies too low 就是低音 有时人家 有些人 听不到低音 很低的音 有些人 听不到 很高的音 是这个 有毛病的 soft tone 就是有 太柔和的声音 他要 这样强的声音 才听到 就是soft tone 或者conversation in noisy room 假如 很潮的地方 他都听不到 我也是 有这样的 太潮的地方 我听不到东西 就潮潮的房间 对话 所以conversation 就是对话 对话 conversation in a noisy room 这样去学几个英文字 high range 那个不要去管它 frequency 是一个频率 frequency high range low range soft tone 就知道就可以了 因为声音的声音学 非常高的 难学的一种的学问 那么我们就听听 in speech 比如说我们在讲话 就有原因 我们学过了 valu 原因 原因就是 a e i o u 就是五个字母 他们是low pitch a e i o u low pitch 那么consonant 就是复音 它是 s f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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p and some other high in pitch 它是 所以有这样的 consonant 就是 vowl 原因跟复音 就是英文字母 26 letters 就是这样的声音 那么being able to hear vowl s f 听到 那个原因 就是有一个声音 每个字 都会有一个原因 在里面 没有原因 那声音 差不多发出来了 is helpful and will alert you that speech is pleasant 所以 不难发出来了 的声音 it is consonant 把那个 复音 就给你 meaning 就是有一个 不同字 加一个a 后面 加什么字 就是什么字 所以有个意思 在里面 and help you distinguish one word from another 就每个字 就不同的 你懂的 拼法了 这个比较 不要去管它 我自己要 只是要介绍 给大家知道 是原音 vowl a e i o u and consulant 那么 那么 不要去管它 那么在 words like cat 假如说 有声音 听不到 是因为 cat hat 人家就听不到 h跟c 这声音 所以我们要 要听到 前面字讲什么 后面字讲什么 就不会误会了 parrot parrot 那么他 parrot 就听到 他讲的话 有些 有些我们 会误会 人家的意思 他在 纠正我 我的 儿园 是这个意思 就这样看 parrot 再看 parrot 是 鹦鹉 鹦 鹦鹉 讲话那种 小鸟 鹦鹉 parrot 是另外一种 的动物 那么 show flow show flow 那么有一点 不太 前面 sh thr 他们 他们 所以我们听英语 也是有些音 听不到 就是这个原因 can be hard to differentiate 非常难区分的 非常难区分的 can be hard to differentiate differentiate differ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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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同 d-i f f-e r-e-n 那么different 叫个t 是different 那么叫这个t-i-a-t-e y-t-e differentiate n differenti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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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tiate Can be hard to differentiate 后面有个T音 一点的T 这样去看 This is why so many people Age-related hearing loss 因为有年龄 Age-related 是年龄的关系 听不到声音 Hearing loss 是退化了 是很正常的事情 Or excessive noise exposure 假如他以前做工的地方 照应太大 那么他的耳朵 浓了 很多我以前 其实40年前 去中国 去参观的厂家 他的灯光很黑暗 眼睛真的不好 声音太吵 大家好吵的 每天这样 他的耳朵都老的时候 比较容易不好 Excessive 是超过的 很大声那种 超音的 Excessive 是非常照的 大音的 Noise exposure 就是这样的英文看 Exposure 是暴露 Exposure Noise exposure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他就很难明白 理解 Even when they No sound is present 他听到声音 但听不到里面的意思 我都有时候 有时候这样的 听不到的 那么要有某一个时间 某一个 去听到 好像我正面 听到 有时候你正面 听不到的声音 他讲什么的 有时候我们要看 口型的 This is why so many people 什么多人 with age-related hearing loss 年龄相关的 噪音 Excessive noise exposure 太多 太超越的 噪音的 步路 太大声了 Have difficulty understanding 很难明了 Even when they know sound is present Sound is在的 就是看 听到声音的 是龙的 他不是龙的 不明白 听不到 那么他的 专心叫听 这样 When I see you It makes me happy 我看到你 我就很开心 When I hear you Your voice When I hear your voice 我听到你的声音 It sends chills down my spine Chill就是一个凉 好像那个冰块 把那个冰块放在你的后面 被那个 被那个 spine 那个地方 就是说 When I think of you I smile 我想到你 我就笑 And I am really glad You are mine You are mine 我真的很开心 你是我的 这个曾爱人讲话 他看到他 他很开心 听到他 也是凉快 凉了 凉一凉 就是很感动 很热情的那种 When I think of you I smile 自己傻傻笑了 就是这样 And I am really glad 我真的很开心 You are mine 你是我的 非常好的句子 那么有些声音呢 不喜欢听的 不喜欢听的 那么是什么呢 Explosion 是爆炸的声音 对吗 我们不喜欢看的 不喜欢听的 Gunshot 打枪的声音 是好怕的 有些 Funderstorm 打雷 砰砰砰 好大声音 哇 吓了你一跳 所以 有些声音 我们不喜欢听的 Other loud noise 就是非常大的声音 叫Siren 这是不好的东西 发生的 不喜欢听那种声音 我们都有这样的 Explosion 爆炸 大胆 那么Gunshot Thunder Other loud noise 你想想看 人家打仗的地方 听到炮 响来响去 其实人很 很威胁的 很有压力的 这样 I just don't like the sound of no 他说了 我都不喜欢 一种sound 这sound是什么呢 no 假如人家说 no 他不喜欢 明白吗 他不是说 这个no有声音 就是说 他那个 说yes no no就是说 我不喜欢人家 想不好的 不要的东西 就是很positive not no negative 我也不喜欢 人家说 我不会 我不懂 我懂 但是我要学 我要时间 ok 那么 我学不回了 那么也不好 就是very negative 所以这个 一个本书是叫 小孩子 I just don't like the sound of no no是不要 不是那个 真的声音 那么 这个呢 不要听一个声音 那个有些 好大声 他不怕 他很怕 他很怕 那个大声 哇 他我的好压力 头痛了 听到这样的声音 哇 他很大压力 很不喜欢听 要么是不好的言语 要么是有些 很烦的东西 要么东西 出到他 very unhappy things remind her something unhappy 那么 有些是 女人的叫声 women screaming 哇 有些男孩子 不喜欢听女孩子 叫 哎呀 爸爸 你OK OK OK 好了 好了 我听你话 就是这样 那么有些 sound就是 break on a cycle squeaking 就是有 刹车的 声音 也不要听 不好听的 有些声音 刺耳多的 好像 心都不喜欢的 baby crying 也不喜欢的 小孩子 baby在叫 也是很烦躁的 那种 有些sound 有些sound 很喜欢听 有些不喜欢听 electric drill electric就是一个 几个东西 锯东西的 electric drill 也是好大声 不好听的 那funderstorm 也不好听的 就是有些声音 我们学这个字 有的是 a knife scraping against a bottle 有些在瓶上 刀子刮 刮那个瓶子 也是不好听 那个吃耳朵的 声音不好听的 那么好听的声音 有些是 比较好听的声音 就是说 掌声 人家好开心 是encourage uploat 是拍手了 掌声 applaus give it applaus 人家说 请你拍手吧 掌声吧 给我一些掌声 give it applaus baby loving 小宝宝 笑了 water flowing 水流了 所以我们就是 有时静静的 听听水流声音 鸟叫的 小声音 那种 树林里面的声音 风的声音 非常好听 有时有 knife scraping against bottle chuck chuck 就是粉笔 scraping on a bott breadboard 那么叫 激光 激光 有的声音 很不好听的 那么声音很多 很多种的 我们不是学这个 不懂 那么 假如说他们 听到声音 他是 音响学的 专家 他们就会懂了 很多的 那么听的声音 都是从我们的耳朵里面 听进来 那么里面的 也是非常多的 insect bustling busting of insects insect是昆虫 such as cricket cricket呢 就是 西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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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他 晚上 叫 你走进了 他的亭了 那个 西卡的 西卡的是 蝉 秋蝉的蝉 那么就是 这个秋蝉 那个蝉鸣 蝉蜀 蜉蜀 蜉蜀熟了 蝉蜂叫的时候 蜉蜀熟了 就是这样 那么 running engine 车 车在 有发车声音 就是开着车 没有开车 但是在停着马路 开车的声音 running engine engine 那个 就是 支持在动 那个 metal grinding against metal 叫做 铁脸 牙齿 那个 grind 另外一个牙齿 就是 轮齿的 噪音 那么 也是 wind or fan 风扇 风扇 的声音 那么 那个 kissing of cattle tea kettle 就是 那个 茶壶 开水的时候 它就 这样叫 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学 kissing hissing 蛇的叫 也是叫 hissing snake hissing snake 也是 这样就叫 水腹叫的 滚了 水滚了 也是 这样就叫 那么这个是 florexen light florexen light 就是开电灯的时候 就好 两种声音 这是 啊 那么 这不是小的声音 啊 好的 那么好 我们的 课程到 这边为止了 没有了 那么 bien 看看有什么问题 声音大家都懂 那么有些我就没有讲那种的 好像音乐的声音 我们讲了一下 刚才 那么有其他的动物 鸟 有是能讲话的声音 要高低 那么我们学几句话 怎么样去讲 Lower your voice Lower your volume 也可以用speak up 非常好用的 speak up speak up 我小的时候也是 很怕羞 讲话很小声 人家都听不到我讲话 speak up please 大声一点 不要这么怕羞 要大声一点 慢慢学 这样 好的 我课程到这边 那么我们回放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